對台大連續兩天啊 用這種 子殘爛打的棉本 大球一直打得都不是那麼順 就是 他不讓你有Easy Basket 讓你打得並不那麼輕鬆 喔 台大的謝長平這樣比賽 幾乎沒有修取好球 過得漂亮 直取籃架 哇 我們的差距 比賽當然 台大想贏球啊 是有困難的 但是 在內容來講 可以好好實講 這就是踩在線上的兩分呢 稍後我們再確認 那 台大球員其實可以在外線 考慮多嘗試 未必每一球都要正在 而且呢 做經濟運動型 就是經濟運動員 然後做身體對抗 其實這不是用你自己的弱勢 來跟對方的強勢對抗 都不會相信 空間清開了 倒上外圍的射手 又來一球 回到11分的差距 然後 發生了一個 比較 慌亂中的失誤 再來一球 不會吧 哇 台大現在 把師大給逼出了暫停 回到8分差 開虎嗎 想不到 台大現在要設定的 並不是 在上 現在打開電視還來 還來得及 大家可以猜一個歷史性的一球 哇 好球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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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大之後 又是一個火鍋 又比賽第二次 Oh my god 在同一個位子 所以才講到台大至上 在補防上面 又是李邦偉 兩發都進 四分差 哇 哇 而且現在台大是把最後 在休閉日的體力 全部壓在最後的1分50秒上 還造成了師大的傳球失誤 鎖定最後的這1分50秒 大學籃球沒有不可能 更好的我們 完全詮釋了 這個slogan的今天的hashtag 台大 這樣比較不論是輸球 每一天他們都是更好的球隊 每一天都比昨天的自己更好 這就是更好的我們 slogan 反而這時候把節奏打半 因為 不想要攻得太快 以後要堅少失誤 這球打得很勉強 兩隊都進入加法的狀態了 又是一個進攻籃板 球進算N1 這時候是要用出手速啊 來換分數的時候 他拉三波球全喔 不過戰術其實設計出來了 在平杰球進 在平杰球進 最後的比賽結束 75比68 失大 失大 以7分的差距 擊敗台灣大學 上半場打完 失大跟台大是差了16分 所以光看下半場 下半場 第三節第四節 事實上 台大的分數 比對方 多拿了9分 哇這次一來一回 其實台大在第四節 甚至把分數 逼到只有4分的差距 看起來是很有機會能夠演出逆轉